加倍的服务,加倍的放心 欢迎收看今天加联太平健康100分 我是Vivian 在美国每一年有13万名的人换大肠癌 大肠癌在致命的癌症中 男性排第二名,女性排第三名 所以大肠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癌症 今天我们很开心 我们请到重慧科专科医生Dr. Lam 来到我们节目和我们谈一谈 什么叫大肠癌 Dr. Lam 你好 Vivian 你好,大家好 Dr. Lam 我知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你和我们谈一谈大肠癌 是,多谢 那大肠癌是怎样检测的呢 我有一些环灯的图片和大家谈一谈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如何预防 尽量预防大肠癌和西柴 那大肠癌是什么呢 大肠癌是司法系统 最后一部分包括结肠,直肠和肛门 大肠癌的起因多数是因为大肠的内膜 那里是有些细胞异常增加 大多数的大肠癌都是食育开始的 通常的食育都是量性 但有一部分它会恶化的 恶化变为癌症 那么这个变化可能是十年或十年以上 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大肠癌在美国来说是非常普遍的 在2013年我们的资料里呢 是最新的资料 因为要几年时间收集到的资料 是有十三万六千一百一十九的新的大肠癌 登记个案 其中九成以上的患者都是五十岁以上 五十岁以上 ok 而在2013年是有十三万六千一百一十九的个案 那是发病的率呢 就是在男性方面 在10万的人口之中 有四十四个就会有大肠癌 在女性方面比较低些 是33 即在十万之中 有3十四 33.6 即是34 个人就会得到大肠癌 那么死亡的个案 在2013年 有差不多五万三千八百一十三个人 是因为大肠癌而死亡 这样看来死亡率也挺高 你看看死亡率 男性在10万人之中有17个人 是因为大肠癌死亡 女性在10万人口之中有12个人 是因为大肠癌而死亡 大肠癌有什么象征呢? 大致说早期的大肠癌 没有什么象征 后期的象征是包括大便的习惯 转变,辐射或者便秘 有时间超过两个星期左右 还有大便会出血 或者是深色或者黏液的牌出来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 如果他没有出血 但是改变了他平时的习惯 都是要检查? 都是要检查,是一个其中的象征 另外有大便 大便后好像还未排清 还有腹部不舒服 肚脏或者有疼痛原因 还有很多人 因为突然看重下降或者觉得很疲倦 这是象征 但有些象征未必是大肠癌 但是你要去医生那里 是检查的 如果我们有 刚才说过 有什么象征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知道大肠癌早期的治癌 治癌机会 復原机会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有什么象征 最好就立刻去医生那里 求诊 医生会问你相关资料 病历 然后就帮你进行身体检查 进一步来检查 Dr.Len 我们说到这里 我们的时间好像差不多 下一集我再邀请你来 和我们谈一谈 检查的行务有哪些 好 今天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的嘉联太平健康100分 下一集我们继续谈 我们下集见 拜拜